他不是說把哈比頓亮寫出來以後怎麼怎麼的往前做 完全引進一些微象的參數來描寫這些準例子 他這個比較普遍性的理論 所以這個是在五十年代初期 距離現在五十年前 這個當時是很有名的 文章發表以後影響很大 但後面的這個理論上的這個計算 那就比較複雜了 也超出了我們課程的範圍了 有興趣的同學如果真需要深深研究 都是可以這個蘭道和利普斯 他這個學生他寫了一套理論物理的書 其中這個統計物理兩卷 英文版 我前幾年在北京那個西單那個圖書城 我還買了兩本 就是這個世界圖書版 把人家版權要回來給人家錢 那就再出版 比較貴一點 兩張成不厚 裡頭專門有一張 就講這個被你液體理論 我剛才講那些人家都不提 依然這話都帶過去了 就是完了 具體的一些理論上的處理 微笑理論 怎麼處理怎麼聯繫 等等 這個比較多了 蘭道那套書是不太好懂的 在目前看來也是水平最高的 那套理論物理 包括這個四大力學 還有《廠論》什麼等等 還有《連續戒指力學》什麼 那一套 有九大本 這套書 這個書 要全讀懂不太容易 這國際上很有名 就是那個本 當然 這個理論嘛 當然還是這個 屬於這個 考慮的 離非米麵不太遠的 低激發態的情況 是適用的 那麼如果離這個非米麵比較遠 高激發態的情況 顯然不適用的 一般熱激發那個KT的數量級 不會離非米麵很遠 這是很薄的一圈裡的 你爬到外面去 不太可能 不太可能 所以一般的只是夠用 一般情況是夠用的 但如果說 這個 儘管你考慮了準粒子以後 可能準粒子還不可能完全 蓋過這個電子 原來電子間的相互作用怎麼辦呢 那這個準粒子之間還有相互作用 這是複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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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樣的話 實際上 非米液體 就不太好用了 相當地這樣 那麼 用非米液體這個東西 有個前提條件 首先 它應該 第一 它存在非米麵 存在非米麵 分在非米麵 第二 你沒有非米麵 我們剛才分析裡面 都不好使 首先 你這個非米液體 你能不能用 用到你這個對線上 首先 判斷條件 那就是說 它應該有個非米麵存在 就沒問題 那個非米麵 有沒有非米麵存在 在這個實驗上 可以進行判斷的 第二 它還有些 一個基本關係 你說 比如 按照自由電子理論 那我們知道 上學習講過 電子 對比熱的貢獻 對比熱的貢獻 應該是和T溫度的一次方程正比 溫度一次方程正比 那麼 你這個準粒子 是自由的準粒子氣體 那好了 那你也應該 比熱也應該和T的一次方程正比 只不過前面那個 寫上等說前面那個比例系數 那當然可能不一樣 但是和溫度的關係 作為規律下 應該滿足同樣的規律 這沒問題 這個實驗上可以判斷 它和T是不是成正比 你這個判斷 如果它不成正比 那好了 非米液體這套概念可能有問題 你就不好用了 另外 電子和電子間的散射 那就是說它造成電阻 你測量電阻的話 那我們知道引起電阻的 這個都是電子載油脂 所運動過程當中所受到的各種各樣的散射 那也上去我們講過 它可以受到經個振動的散射 那些五十方 五十方成正比的 如果高溫 在高溫 很高一等待溫度的時候 這個電子的和T的一次方成正比 這個有過 對吧 我們提了過這件事情 這是考慮電子和生子的相互碰撞的時候 就可以解釋這兩個規律 那麼電子和電子間的碰撞呢 上次我們講到媒體 到底這個電阻和溫度有什麼關係 從剛才的分析看 那個散射機率 電子間的散射機率 碰撞機率 不是和和這個 不是和平方關什麼 一一減去這個一F 啊 比上一F 啊 和平方 而這個東西呢 又和這個 由熱激發引起 那是和T的一次方成正比 對吧 因此就是T平方 所以說這個電阻率 由電子電子散射是引起的電阻率 這個散射造成的電阻率 和T的平方成正比 啊 啊 是可以看出來的 啊 當然和生子的碰撞 低溫高溫不一樣 啊 有一個T一十方 有個T五十方 啊 如果單純是考慮電子和電子間碰撞的話 它應該和T的平方 那綜合起來考慮 那麼實驗測出來的 很可能那是三個 兩方面因素都在裡頭的 當然還可能 還有那和 和雜質缺陷的碰撞 那就是和溫度關係不大了 都不考慮的 啊 那是剩餘電子的部分 對吧 一般就是還應該有個平方向 對吧 等等 當然你還有一點 那第四點之後 將來我們講磁性的時候 我們再談 啊 就是這種準粒子 它的磁化率 啊 磁化率基本上是個常數 和溫度 和溫度 無關 啊 或者有關的話 這關是很弱 啊 可以不考慮 基本上是和溫度無關的 這個常數 啊 這些實驗啊 就是都是自由電子理論的這個實驗 啊 結果啊 它的規律 那你現在把自由電子 用準粒子 用準電子去取代它的話 啊 它那個基本大體上的規律 還應該在那塊 啊 還應該有啊 所以這也可以反過來 啊 當然這裡邊那個系數都不一樣 啊 或者自由電子都不一樣 但是規律上應該 應該相同 那麼這樣的話 啊 那麼 根據實驗結果 這麼等等 還可以做個 大概的判斷 啊 就是這個情況下 非米液體這個概念 是不是用 啊 是不是用 這是 哎 有這麼幾年啊 你說一說 不是說任何情況下 你就拿去套 都對 那就是啊 要看什麼情況 啊 看什麼情況 啊 這個問題就介紹了那麼多 那麼 第二個問題比較簡單了 啊 那麼有了這個呢 原激發 和準粒子 這個概念 就比較普遍了 啊 比較普遍了 啊 那就是說這個 它實際上是可以解決一些相互作用 啊 是這個多體問題啊 簡化成某種準粒子的體系 自由體系 啊 那準粒子的自由體系 自由體系 自由準粒子體系 來取代實際上的這個體系 有相互作用的一個體系 那這是理論模型上是一個簡化 啊 這個模型相當普遍 不完全是對電子 我們是針對電子來的 啊 實際上無論是電子其他領域其他問題 也可以類似的 可以適用的啊 就是用一些這個啊 用一個啊 用一套準粒子的這個啊 自由的準粒子系體 去代替近似取代實際上有相互作用的多粒子體系 這是一個啊 處理問題一個普遍的方法 但這是一個近似方法了 不是說這個任何情況都是用的啊 它首先是處理低激發態 有用 啊 對 啊 那麼 原基發準粒子呢 上學系文提的很多了 啊 這個 剛才我們也講了 這兩個概念 事實上是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 啊 那麼 當然要注意幾點 一般呢 這個 這個原基發也好 或者準粒子好 啊 啊 有些嘛 它是和原來有粒子所對應的 如果它這個狀態變了 你不是說我電子體系 我電子的數是肯定的啊 啊 我有N個電子啊 啊 它有相互作用 我把它用另外一個N個準粒子啊 或者N個準電子來取代啊 啊 你實際上的N個電子 僅此而已 對吧 僅此而已 啊 那麼啊 這一類是 還有一類呢 你比如說像生子這個情況 啊 它實際上是一種啊 集體運動形態 一種集體激發 它不是描述 比如說生子是隔膊能量量子化 它不是說 晶體中某一個原子運動的量子化 啊 它是所有原子參與一種集體行為 啊 這種集體行為的量子化 那個能量量子 叫做原子化 它的啊 它所相應的準粒子叫生子 對吧 所以這個時候啊 這個生子本身並不和原來的這個發生對應 只和整體的集體運動形態發生對應 啊 啊 那麼 這裡面要要注意啊 啊 這裡面啊 我們固體物理裡面遇到的這個原子化也好 這個準粒子也好 是各種各樣的啊 啊 各種各樣的 啊 那麼到處都可見啊 啊 名名稱可能不一樣啊 啊 有著叫生子 你不知道生子和光子相偶合以後啊 啊 就像黃昏方程所描寫的那一套 上去我們講過啊 啊 那叫這個等粒基緣啊 叫這個激化基緣等等等等啊 啊 名稱可以不一樣啊 啊 那那個準粒子的性質還是一樣啊 啊 一樣啊 那麼 我們所 所遇到的準粒子 你像上去我們也講過啊 啊 在這個 在剛才這個 啊 這個 銀膠模型裡頭 啊 啊 這個正電核啊 是均勻敷開的啊 裡頭有很多電子在裡頭 啊 啊 我考慮到電子間的這個相互作用以後 一個最簡單的具體的模型 不像難道那個是抽象的 一般性的討論 你這個很具體的啊 啊 你準電子來呢 你考慮到相互作用以後啊 它有兩種效果 一種呢 啊 一種它可能呢 局部呢 不均勻了啊 啊 電核這個正伏電核抵消不了 啊 抵消不了 那麼這個局部電核 啊 這個電子密度可能過大 超過的平均密度啊 啊 那麼這個時候它可以引起一種等粒子震盪啊 集體震盪 這種震盪呢 是個整體 啊 大家都在動 啊 這是一種集體激發 那麼這種啊 等粒子震盪的能量呢 也是量子化的 它能量的量子相當於元激發 啊 它相應的這個啊 啊 這相應的準粒子叫什麼 叫等粒 哎 等粒機緣啊 這個我們講過啊 啊 同時呢 另外一種效應呢 人家既然考慮了電子間的 互相排斥 就用 每一個電子 任何一個瞬間都 都不讓其他電子靠近它 它總是要推開的 排斥的 推開以後呢 均勻分布的正電核背景都露出來了 啊 本來你 負電核這個均勻攤的上面 到處都是均勻的抵消掉的 人家由於考慮到排斥作用 把正電核露出一圈來的話 那麼實際上每一個電子周圍都 都帶來一圈 正電核 被正電核所包圍住的 那麼這個電子無論它跑到哪 這個相應都存在 因此呢 每個電子 現在考慮到相互作用後 實際上它是穿上一層 衣服 屏蔽 互相每個電子都是如此 因此呢 電子間的相互作用 既然是很弱了 本來比較強 現在一屏蔽以後 剩下的不多了 因此這個體系 你可以用 把它看成是自由電子 可以這麼看 不過這個電子就是準電子 不是原來意義下那個電子 已經變了 這也就是 難道理論的一個具體化 那就是說 你這個準電子哪來的 從這個具體模型 你可以想像 所以實際上它穿上一層保護層 保護層 保護起來以後 那當然相互作用很多 你把它看成是 自由準電子體系 應該是可以的 屏蔽效果 但屏蔽不可能 百分之百的都屏蔽掉 屏蔽完了以後 多多少少 還有一點 是不是 所以說 這個是弱的相互作用的體系 因此 菲米基拉克統計 照樣可以用 就是這麼個情況 這是所謂 原極法準地子 那麽在具體問題 做具體分析的時候 我們可以 固體物理的 還可以提出 各種各樣的原器 各種各樣的準粒子 在我們的課程後面 我們還會提到 這粒子的發樣非常之多 有人也可以那麽說 你像這個基本粒子 這個 核物理 這個基本粒子物理 我們發現的基本粒子 越來越多 這個越深入一步 又發現個什麽什麽 現在最小的基本粒子 那也就是 跨克了 還有各種 還有各種 像中微子 什麽等等 這類的東西 那好了 那固體物理裡頭 考慮到各種相互作用 各種觀念效應以後 也會引起 引進某些 各種不同類型的準粒子 或者是原極法 他已經有他的基本粒子的一個家族 這個一串下來 各種 我們已經見過 生日 這個 黨立基元什麽等等 已經見過很多 很多種了 以後我們還會有新的東西出現 新的東西出現 這是所謂的原極法 所以這種原極法和準粒子 這個有個概念 是重要的 但要注意 這只不過是一個近似的描述 它有些原極法有些準粒子 它不是真實的粒子 你像這個生子 它離開的固體就不存在了 它只能在晶體裡頭 是吧 剛才講的 受屏蔽這個準電子以後 你說這個電子穿了一個屏蔽衣服 屏蔽層 電子一旦出來以後 屏蔽層就沒了 這是普通的電子 它在裡頭有 它在裡頭有 所以這個是有條件的 這是圓極法整的歷史 我想再簡單地複習一下 以後遇到這個問題 我們再來複習 這個概念 通過這個固體物理的學 應該逐步地建立起來 從粒子的角度看 這是個各種各樣的整粒子 那麼大體上有兩類 從它服從的統計規律地講 一類是所謂非米子 一類是波瑟子 是吧 波瑟子 你像聖子 上去你講過 它是波瑟子 扶手波瑟埃斯坦土氣規律 像這個電子 我們叫非米子 非米子 像我們那個 受屏蔽以後的那個電子 因爲是非米子 因爲非米子 你像集體激發 集體擋力子的震盪 那個等力機緣 那個就不是非米子 那是波瑟子 凡是和集體激發有關的 都是波瑟子 你像聖子 經過震動 是一種集體激發 它所相應的準粒子 是波瑟子 所以那個 不管各種各樣的準粒子 它大體上 按照它的統計規律的講 有那麼兩大類 一類是非米子 一類是波瑟子 一類是波瑟子 那好了 有了這些 以後 那麼我們現在 第三個問題 我們說一說的就是 關於波瑟安斯坦營地 我們來考慮一下 既然這個 各式各樣的 圓基瓜等粒子 從統計規律的講 有兩大類 一個非米子 一個波瑟子 一個波瑟子 那麼 這兩類 兩類粒子 統計性質很不相同 我們做些進步的分析 做些進步的分析 到底差別在哪兒 有些什麼差別 所以我們簡單的介紹一下 這個成果 這個問題很早就提出來了 所以 這本來是統計無理的問題 我們在這隨便 複習複習 不一定大家都過去 都一定都學過 因為這個問題呢 以前都不是很重視 好多統計無理書上 也不一定提這個事兒 但是從 從95年以後 這個問題引起大家都很重視了 好多書上過去不寫這一段 現在也寫上了 這不一樣了 情況發生變化 最早是這樣的 因為大家學統計物理 後來用 在我們固體物理用的時候 前面一講 菲米蒂拉克統計 什麼等等 電子、菲米子 這個大家可能比較熟練 波瑟子見的不得少 雖然生子裡面遇到一下 但是也沒有詳細的去討論它 沒有討論它 波瑟是印度人 印度在1924年 1924年 當時據說它是 大概是30歲左右 一個年輕的物理學的教師 他當時寫了一篇文章 這篇什麼樣的文章呢 是對原先的這個 黑體輻射 他們學過黑體輻射 黑體輻射 不有個 帕朗克公式嗎 這個輻射 這個怎麼分佈 這要分佈 帕朗克推導這個公式的時候 沒有用什麼 量子統計的這個 那套方法 當時還沒有什麼 統計的這個概念 還不清楚 反正我把這個公式 給長出來 這是帕朗克的貢獻 那些不管它 那麼這位年輕人呢 那時候 他說他用 他用另外一種方法 把這個 帕朗克 那個黑體輻射 這個公式 給他推導出來 寫了一篇文章 那年輕人呢 這個 那就寫文章 也不知道 對不對啊 就找名人看一看 就把文章寄給 給安斯坦了 這個 安斯坦 當時已經很有威望了 對不對 有個相對論啊 其他各種的貢獻啊 這個 諾貝爾獎也得到了二十四年吧 那當時是物理學的最大的權威了 全世界獎了 這個小伙子挺有意思 給付了一個 付了一封信 但是說 我簡單介紹他 他這個思想啊 這個我推導 我用什麼方法推導這個結果 我不知道是不是正確啊 請先生你給 看一看 指導指導 這個沒什麼 就一般的 學生給老師寫信嘛 請求指導一下 這個是很正常的 後面的一句話 有點不太正常 後面最後就是說 你如果認為對 請你這個推薦到某某雜誌 這當時德國物理學家 是最有名的 現在不行了 那個時候 這個推薦到發表 而且還有一句話 這句話 說說我這個 那個德國人那個雜誌 他要求很嚴重 他就受德文的稿件 你用英文寫不行 你得非得變成德文 翻譯成德文人的投稿 否則他不給你當 德國人在界點上 他是很那個 他的民族感情是很強的 他說我這個用本國的語言 我問你別的文字不行 他當時這麼規定的 這個印度人 他英文沒有問題了 他就說我這個德語水平很低 我沒有能力翻譯成德文 意思是說 你認為我這個文章好 你給我推薦去發表 同時那個翻譯問題 你給我想辦法給我解決 不是說白的不就是這個意思嗎 但畫過他的新的話 當然不能那麼說 唯唯晚晚的 哈哈哈哈 艾伊斯坦還真的那麼做了 這個大人物還真不錯 他一看以後 就這個文章好 提出了一種新的統計辦法 很欣賞 然後他親自把它翻譯成德文 那艾伊斯坦這麼一做 那當然發表是好 無問題了 這個大人物肯定了 而且親自把它翻譯成德文 文字上也沒有任何問題了 哈哈 然後艾伊斯坦給編輯部的一個推薦信裡 就說了 這個就是一種新的方法 同時還說了 我隨後 寫文章 再輿論章 你先把這篇登了 這個 他登了波爾社這篇文章以後 後來接著艾伊斯坦就寫了兩篇文章 一篇呢 就是把這個方法 把它推廣 變成普遍的一種統計規律 統計 所以後來叫做波爾艾伊斯坦統計 就這麼來的 艾伊斯坦確實是有貢獻的 最先是波爾引起的 他把它普遍化了 在這個基礎上 還不完全是普遍化的問題 他用它普遍化以後 那麼新那個統計規律 還預言了一種新的現象 叫做波爾斯艾伊斯坦 這個凝聚 這完成是艾伊斯坦獨立翻成的 前面這個小伙子都沒想到那麼多 他只是把那個普朗克 那個黑體輻射 那個輻射公式給推導出來了 用的方法跟普朗克原先的方法不一樣 新的方法推導出來了 這個新的方法 艾伊斯坦一下子看出了艾伊提出了一種新的統計方法 把它普遍化了 所以這個中間的故事大概是這樣 就是1924年很早了 距離現在都八十多年了 八十多年前的事情 那麼安斯坦這個 預言了這種凝聚現象以後呢 始終也作為一種 作為一種預言 理論上預言 因為安斯坦這個名氣太大了 他的文章 不管什麼文章 一旦登出來 這個學術界都很重視 大家都要看的 看了以後 當時也就覺得是個理論上的預言 他沒有實驗證實 到底怎麼回事 沒有實驗的東西 就放在那兒了 這個 有沒有 幾十年代放在那兒 後來這個理論呢 虽然間接地 可以用到別的方面 比如說在四十年代 三十年代 四十年代是抄倒抄流 就是現場發現以後 有來用的這個東西 用來解釋這個害的 液害的抄流動性 那個說是一種 或是安斯坦凝聚 但畢竟還是間接的 那麼直接從實驗上 觀察這種凝聚現象的 那到九十年代 九五年 實驗上發現 過了好幾十年了 在實驗上發現 所以九五年 一旦實驗做出來了 做這個現象 我直接看見了 就和當年 安斯坦這個預言的一樣 這一下就不一樣了 這個馬上就引起很大的轟動了 大家就重視了 而且畢竟我現在還有更 除了驗證一個理論以後呢 對凝聚態物理 對其他對我們這個 這個認識上 又產生很深刻的影響 所以說 把這些簡單的過程實現 我們下面簡單介紹一下 從統計物理的角度看 所謂波斯安斯坦凝聚 是什麼意思 簡單說說 統計物理有些書上寫到 有些沒寫 這個分布含數 一般是能量 非你這個分布含數 能量溫度的含數 一般這個分布率就寫成這樣 一一渐某 如果是非你統計 這是加一 波斯統計 是插口符號 負一 我寫過統計物理 這個某是什麼意思 定義的化學式 發學式是什麼 原先的定義是這個東西 DF 非你呢 這個自由能 對粒子數N的偏導數 在這個TV一定 保持溫度體積一定的情況下 如果這個體系的粒子數改變 你增加一個或者減少一個 引起體系的自由能的變化 變化率嘛 自由能屬於粒子數的變化率 簡單這麼說 但是定義 就是這麼引進的 這塊也是 這個公司對非你統計 我們怎麼用 我們都很熟悉了 這個加號 波斯子是減號 對那個化學式的定義 兩種統計都是一樣的 比如說非你統計 非你子和波斯子一個統計規律 就本身統計物語來 這個都是哪來的 怎麼弄出來的 這個我就不去講了 要講起來那麼啰嗦了 也沒幾個必要 大家可能都學過 忘了可以回去 呼吸呼吸 統計物語 任何一本書都有的 這個都是怎麼來的 什麼意思 我這從這 我往後討論 那麼這裡面要說一點 就是這個 對於波斯子的講 我都取副話吧 我們不討論一個非你子 對於這個波斯子的講 我們現在自然間是發生的 各種各樣的波斯子很多 波斯子有兩種類型 一種呢 你比如說 一種呢 它這個數目不確定 是由它的平衡態 由自由能的績小來確定的 還有一種呢 它的數目是固定 確定的 什麼意思呢 啊 一種呢 這個數目 它的數目是怎麼定的呢 數目由這個 在那個溫度下 達到平衡的時候 有自由能的績小 比如說自由能F 對於N 績小 就是它 在一定的溫度下 一定的溫度體積下 你這個 這個東西等於零 績小吧 用這個來確定的 你比如說生子 比如說在一定的溫度下 我能平衡的生子數 是多少呢 那就當時有這個時候 在這個溫度下 整個筋的震動 它這個自由能力的寫出來 然後看看 求它的極小 在這個極小條件下 你容許有多少個生子 各種頻率有多少個生子 那是由那來定的 那麼這種條件 那就意味著 所以說 化學式應該等於零 對不對 因為滿足這個條件 那Mu一定等零了 是吧 Mu的定義就是這樣 那也就是說 這種波蛇子 化學式為零 所以上學期 另外我們沒提這件事情 我們用那個 討論這個經格振動比率 什麼等等 那一套的時候 我們沒有發洩世界 這一步 對吧 大家想想 這有E E當時寫成H Omega 能量 生子的能量 對吧 是從這個出發 去討論它的自由能力 等等 把這一步 忽略掉了 沒說 把這個發洩世界問題 沒提 這是第一類 波蛇子 第二類呢 波蛇子呢 是什麼東西 通常是數目一定 你比如說 氫原子組成的氣體 你比如說 那麼氫原子 我們知道有個原子核 外頭有個電子 原子核很簡單 就是一個質子 沒有中子 氫原子就一點 兩種粒子組成一個 符合的體系 對吧 叫氫原子核 那麼電子也好 質子也好 它都是非米子 那麼兩個非米子 所組成的一個符合的 把它看成是一個東西的話 那 它是波蛇子 偶數個 分米子 組成的一個 複合力子 它一定是波蛇子 這一點吧 量子力學有 很多人都有 普遍的說明 你不去管了 你們誰要去忘了 回去複習 要記住了 那也就是 簡單 所以 周期表的原子 那多了 一個哀客的 看看 它有哪些是 哪些是波蛇子 哪些是非米子 那你就看了 你不是氦 氦外面是兩個電子 沒問題 兩個電子 兩個電子 外面 那原子核的部分呢 當然有兩個質子 這是沒問題 兩個質子 你兩個電子 加兩個質子 電核才是平衡的 才能保持電中心 整個氦原子 那麼中子有多少個呢 有兩種可能 有一個的 還有兩個的 對不對 還有兩個的 那麼 分別了這兩種氦 有一個叫什麼 氦三 還有這個 氦四 那就是說 指到這個 原子核裡面 包含了多少種 東西 連氦四嘛 就是說 我兩個質子 加上兩個宗子 四個玩意兒 這裡頭 對不對 那外面當然還有兩個電子 那氦四呢 就是偶數個 一共六個非米子 它就應該是 波蛇子 對吧 一個波蛇子 偶數個嘛 你家外面兩個電子 兩個質子 兩個中子 兩個中子 一共六個非米子 那就是波蛇子 氦三的不同呢 氦三是單數五個 所以呢 一個中子 兩個質子 兩個電子 這一套系統 它是非米子 所以你害的同位素 你看看它就是兩種情況 它既有非米子的情況 也有波蛇子的情況 不一樣 其他的原子 也有類似的情形 它的同位素 可能是波蛇子 它本身可能是非米子 你看 這關鍵的看 這個中子素有多少 是吧 同位素所差別 不就是這個中子素 多一點少一點不一樣嗎 是吧 它可以有不同的變化 也不影響整個這個原子 因為外頭的電子和質子是固定的 是吧 多少個電子就有相應 有多少個質子 因為正負電和素 總數是平衡的 所差的就是這個中子素 可以有點差別 就是同位素 這個我們知道的 所以不同的同位素 同一種元素 不同的位素 它的統計規律 可以是波蛇子 也可以是非米子 具體問題 你的具體已經分析了 你看到是什麼情況 那麼 總之這一類的這個波蛇子 我要研究這個體系 它那個總數N是一定的 是吧 你比如說我研究氫原子的體系 是吧 我裝進去了 N個氫原子 那總在裡頭了 是不是 他不能說 這個素已經定了 就不需要再根據這個體系的自由能 是不是取極小 它自由能當然也應該取極小 但這不是屬於粒子素的變化 取極小了 可以屬於別的變化 那是另外一碼 不管你溫度怎麼變 壓力怎麼變 你這個體系 你這個A還有多少個還是多少個 是吧 這種情況 所以一般波蛇子呢 有兩種情況 一種是 一種是它是由這個平衡條件決定 平衡條件決定 不同的條件 溫度變了 它也就變了 你像升值 我在絕對零度的時候 一個升值都沒有 溫度上升到零點零幾K的時候 就開始有點升值了 上升到300K的升值更多 不一樣 變得 隨時都在變化 等多少 由那個條件的平衡條件決定 因為這個N不確定 這裡面我們不是討論了 我是討論這種情況 N一定的情況 N一定以後這個μ N一定這個μ怎麼確定呢 我們知道 我假定我們現在 我現在考慮的 這個N的波蛇子是自由的 不是有強相互作用的 它可以允許有弱的相互作用 那麼這個N 現在就是這樣 就是寫成這樣了 這個分布函數 還有這麼寫 能碳粒度 對能量 能量從零一直到無從大 所有可能加起來 是吧 這相當於 在第一這個能量間隔裡面 我一共有多少個狀態 單粒子 每個單粒子態 有多少個粒子 是吧 這個幾率 成下的一幾分 這是總數 這是總數 這是總的數 那麼對於 對於這些自由的N個 波蛇子來講 這個都等多少呢 那自由粒子我們知道 它的能量一定是 波含數一定是平面波了 這個 能量一定是寫成這樣的 這個 Hk平方 那這和自由電子的情況一樣 自由的波蛇子 它的能圖一定也是這個樣子 波含數當然也是平面波的形式 因此呢 單位能量間隔裡頭的 單位能量間隔裡頭的這個 能碳密度 一我們是直到的 這個 電子那個公式去套用 四拍方 M 這應該是波蛇子的指標 那不是電子的 能量的二分之一 這是體積V 原來在電子的時候 我這裡面注意啊 差兩倍啊 這個原來那些乘二 電動機就這邊乘個二 所以相去的變成二 那是乘二什麼意思 一個狀態可以容納 自旋相反的兩電子乘個二倍 是吧 現在我是波蛇子 波蛇子它不服 不受拋離原理的限制 不是說一個狀態只能喊一堆自旋相反電子 這條對波蛇子的講不適用了 所以那個二我不能成了 不能成這個分骨變成四 這和上次是不一樣的地方 要不然大家一看你是不是寫錯了 或者什麼的 這些都可以套用了 那麼好了 有了這個我就把這個帶到這裡頭來嘛 我把這個幹柱寫得具體一點 我先查掉它 把它寫到這裡來吧 V這些東西和積分號沒關係的 寫到外面去 N H方 積分 這裡邊有個1的開根號 第一 你這個動作 我把那個具體寫到這兒來 寫開 6 0 這是微毛微嗎 那我用來 具體化 我研究研究 μ原则上有这个公式的决定 这跟非米子情况一样 那就说这是加号 可是这个积分严格的积不出来 但从这儿可以看出来 μ这个参量肯定和温度T有关 你这个积分积出来 无非就是你对能量的定积分 你μ做个参量T做个参量 那么这个μ肯定和T的函数 机球来的话肯定是这样 同时这一个体积V除过去以后 就相当于密度 所以这个μ一般说来是密度的函数 也是温度的函数 但一般来说 现在我既然我把N看成是固定的 我的体积的变化 这温度变化后来认为很小 我认为它基本不变 不考虑密度的变化 那么这个μ应该就是 温度的函数是主要的 对吧 在这儿叫μ是温度的函数 一般说来μ应该是T的函数 本来还应该和密度有关 和密度有关 那么在这儿我主要是考虑温度 那好了 首先从这里看 既然μ是温度的函数 它到底是个什么函数 原则上你把这个积分积出来了 你一弯过去就解出来了 当然这个积分严格在这里我们做不下去了 只能放来想办法往下怎么走了 如果先分析一下 μ和T到底有哪些个关系呢 从这里看 或者从这里看也行 从这里看 假定这个温度降低 我们分析一下 温度往下降 我们表示降低 一开始试温 我往低温下走 降低以后 你看看这一项减少 对不对 这一项减少 这个能量在这里面是个背积的积分变量 它不会随你变化 唯独可以变的就是μ μ是温度T的函数要变 要它不变行不行呢 它不变不好办 你看如果这些都不变 你这个T往下减少了 你这个积分背积函数随期就会减少了 你还能维持这个N一定吗 维持不了了 我一开始研究做N个波色纸 这都在里头呢 你不能说温度降低 它跑出去它变了 那我们不能讨论 现在我们不能讨论这么复杂 我装那个瓶子里头 它还在里头啊 你按照这个公式看 你温度降低了 你这个μ也得变一变不 它肯定得变 怎么变呢 这里面设计到这个减矩的一个μ 这个μ到底是大于零还是小于零 那有关系了 你考虑都变化了 这个μ大于零小于零看什么呢 从这儿来看 从这儿来看 我这个这是个几率 就表示温度T的时候达到越平衡了 这个 这个粒子占领能量为一的那个状态的几率是多少 这个几率的含义 几率我们知道它应该是大于零吧 对吧 你复的几率没有意义 对不对 它不会是 它顶多等于零到头了 是不是啊 很小很小 没有 几率等于零 你要有几率它应该是大于零 这没问题 对吧 那么你占领任何一个能量状态 它的几率 顶多等于零 对吧 你占领任何一个能量 你问说这个机态的一个能量 它就小于零就不合理了 这个东西大于零什么意思啊 那μ应该是个什么东西呢 μ应该是负的 就是这个μ啊 它是T的函数了 它应该小于零才行 它小于零这个件像是正的 指数一个正的量的函数 它肯定超过一 所以保证这个分是大于零的数 否则的话 如果μ是大于零的数 就麻烦了 它大于零件像是负的 这个就在分母底下 件像很可能就是小于一了 小于一的数减去一个一 那整个是负的了 是吧 从这点估计的话 我不管你是T的什么函数 它应该是小于零的这么个东西 是吧 小于零的 那好 既然它小于零 又小于零 我回到这儿看 那这项实际上是前面有的加号 对不对 它取决的值 那好了 随着温度的下降 这个分母下降了 是吧 下降 你这个分子呢 也应该下降 如果分子不动 麻烦了 你分母小了 你整个这个分数就变大了 那么这个N就会增加了 你积分出的结果肯定增加了 那就是说你这个M也应该随着 随着 随他的减少 减少 是吧 这个 这个 那就是说 它的绝对值 那就是说应该是这样了 画个图的话 踢 就扭 所以那么它一开始是负的 是吧 在这儿 在某个温度体负的 使得温度体的减少 它的它的数值上绝对值是应该 应该往上去小 越来越小 啊 越来越小 所以温度它大体趋势 它具体怎么变化 我现在不知道 那趋势总还可以这么估计吧 它这么少 那这么一来的话 会不会降到某个温度以后 它是趋均于零的呢 这种可能性存在 趋均于零可能性存在 比如说某个温度趋均于零 那个温度怎么定义呢 我就让它趋均于零吧 我这个温度定义为T-C好了 它就可能存在一个转变温度 当温度降到这个温度的时候 它就很小很小 慢慢就变成零 那么这个温度我们就可以确定的 怎么确定呢 很简单 利用这个温度 这不要 那就是说 我这个T 用T-C带 我就假定 这个都是T等于T-C的时候 这个都是等于零 反过来 利用这个公司 我就确定T-C了 那在这种情况下 我这个N N这个公司呢 N就确定了 我写在这吧 这种情况下 那就是V4P2M2 2x3 0 2x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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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出去 0 那么就算这个1 或者买 这个T就变成T-C了 用T T-C 这个-1 还放这 这个特殊条件 那反过来 这个积分能不能积 就可以积 积出来 就可以解除T-C 这个解除T-C了 就是说 我可以找出一个转变温度来 当温度降到某一个特殊的点的时候 这个东西它应该慢慢慢慢走 走向零 走向零 写会吧 你打赢了 另这一堆东西叫做X 我就写去结果吧 V4π2m3% 这个叫X 把这些东西换进去 就出来一个Bt2分之3之方 0到5从大X Bx Bx-1 做个变速变换 一变进去 就变成这样 变成这样 这一堆东西等多少呢 可以算得出来 这堆东西就等于 这是要查数据手册的 反正能积出个数来 我记得好像是1.306 然后再乘成Pi 根号Pi 就是这个积分 全能不算 就光是这个积分等这些 你把这个系数乘到这上面来 就是 就这个套东西了 这套东西 你原来上去解除Tc来了 是吧 这个你们去解吧 我也不去解 不用去管它了 这反正是个带出运算的问题 没什么 两个小的事情 好了 Tc 解出来了 它和什么有关呢 显然和密度有关 这个V出过来就是密度 这没问题的 也和M有关 你不同的这个波色纸 它这个M可能有大有小 这个M一出过来 那可能M越大的话 这个Tc可能就越低了 是的 Tc越低了 从这简单来看这个情况 那好了 这个 按照这么个想法 这个Mu减少 数字上慢慢慢慢减少 那它可能就存在 那么个转变温度 到这儿来 它变成0了 那温度再到这儿来 这个温度再往下怎么办呢 温度继续降下去 你还没降到绝对0度呢 是吧 继续降下去 那Mu怎么办 它已经掉了 它也不能跑到上面去啊 这个变成正式不合理的 刚才分析过 它永远是不 也不能到这儿再反过来 这个也不合理啊 从那儿分析开 那么唯一的可能 我假定它小于Tc的时候呢 我这个Mu再继续为0 就可以吧 圆的平地换一手 还保持为0 好 Mu保持为0 我把这公司改一改 省点时间啊 那么 当T 小于Tc的时候 我就用这个公司 这个继续为0 没有继续为0 那就变成这样了 这个公司 1 T 减1 了 对吧 啊 假定这个 没有继续员的0 这个方向走啊 既不能往上去 它也不好 没什么理由 往下来 是吧 那就继续保持为0吧 继续保持为0 继续保持为0 这个公司 变成这样了 就变成了 有毛病了 啊 你从这里分析开 T继续降低啊 比Tc小以后 从Tc到0 那段温度 这个温度继续降低 继续降低 这一项的分母 是越来越小了 越来越小了 你这个n变不变 如果n不变 那你这个算出来的结果 不是温度的函数了吗 是的 啊 这个温度越来越小 这个越小了 这个整个主数函数就越来越大了 大了以后它就分母 是吧 算出这个n变得越来越小了 那越来越小了 就有毛病了 你不一开始说这个n不变吗 你那个瓶子 装了一瓶气体在里头 不是吧 你这个n算得小了 他说那个瓶子跑哪去的呢 有问题了 这问题怎么解决呢 他就说啊 这个公司到这个时候 能量从零 激到无从大 是吧 原来的 原来还是很全面 但是有问题 为什么问题 你一等零的时候 这个我要等零啊 啊 那我们那个状态密度 能态密度 是和一的能量的开根号成正比 刚才写的那个激 那个函数 那也就是激态能量的时候 能量为零那个状态的时候 实际上是能激为零的时候 没有态密度 是吧 能态密度也等于零 是吧 你激啊 不是一大堆东西 啊 他不是正比这个一开根号吗 前面的激数 那一等零 这个东西等零 没有状态 也就是说 啊 这个一般容不容许 在温度比较高的时候 没关系 那个粒子大部分都零 能量为零的状态以上的所有能激 那没事 但是在低温上 你硬说他没有状态 这个东西等零 就二分一 是吧 这有毛病 所以这个公式 原则上啊 虽然没看到 是从零几起 到无从大 实际上 它这个公式 所包含 算出来的这个粒子数啊 实际上是排除 一等零那个能力上的一个粒子 所以原则上呢 你这个算出来的粒子数 应该是一 大于零的 不是它大 不是等于零的 等于零的 你内部就没有 本来就没把它算到一起 啊 就没把它算到一起 因为你这个碳密度 这个 用这个 这个一 这个都是当一等于零 这个基因呢 是等于零的 没有状态 啊 所以说这公式 算出的粒子数 实际上是不包含 一等一等 等零的那个 的情况 等多就是 啊 不等零的 通通都交给它 啊 啊 那好了 那等于零呢 那部分怎么算呢 所以说 这么一来的话呢 就是N 它整个的总数 啊 应该是等于什么呢 一大于零的 再加上 啊 一等于零的 我去加个零 知道对吧 哈哈 应该是这样啊 这才是总数 总数 而这一项呢 这一部分呢 是啊 一大于零的情况 啊 啊 那么这个 一啊 那这么一来 啊 啊 一等于零的 啊 一等于零的部分 啊 有多少呢 那意思就是说 随着温度的降低 这个东西呢 越来越少 少 少 少掉那些呢 例子哪去呢 安斯坦就说 凝聚在 一等于零的 那个状态上去了 啊 放在那去了 啊 放在那去了 这是所谓凝聚 啊 所以凝聚的话 那么一等零的 一指数 那当然把这个挪过去吧 就是 n-去 把这个移过去 一大于零的啊 啊 当然我们可以写成这样吧 n- 一减去 n- 一大于零 n 对吧 可以写成这样 只能这样 我们从这两个公升 我可以算 这个东西 这个积分 其实跟这个积分一样 形式上 啊 你也可以做变数变换 也可以等于啊 这套东西 啊 要学 零 无从 啊 这个有个啊 kb 这是t 二分之三 结果呢 这个积分 n- x- b 对吧 這变成这个东西 这个积分跟这积分一样啊 那么啊 你当多少 我也当多少 所不同的 你这里边是tc 我这里面是t 但我这个t一定是小于tc的 啊 这个 那好吧 这个可以算是我的总的N 因为温度比较高的时候 至少在TCE之前 我吃进一TCE 那个时候 你处于零的粒子数没包含 那本来就很少 没有粒子处于一等零情况 那个你算总数那么算还情有可言 还可以 当温度更低的时候 你算出的这个N就不一样了 只能是一大于零的那些状态上的粒子数 一等于零的你这里边包含不了 因此把这个N带到这里来 把那个一大于零的N带到这里头 剩下这些东西都消去了 实际上就等于 这个N1减去就是TCE比上T 就是这样 二分之三 就是很简单的关系 很简单的关系 你看 温度和转变温度都比 二分之一减去它 那就是说我凝聚下来有那么多 在某个温度TCE下面 落在这个机态能积上的一等零的能积的粒子数 占总粒子数的多少呢 这个因子 你换成这种百分比 这占它的百分之多少 这是的 换成多少 这就是所谓波斯·埃斯坦凝聚 他预言了在某个准备温度下面 低于这个温度以后 粒子就开始往下掉了 原来分布这一大于零的所有各个能积上 这个时候就有一部分粒子就开始掉到最低能量 1等于零的能量 机态能量上去了 随着温度降低的越来越多的往上掉了 比如说 一开始说 这不叫1等于零 所有的都 各个状态都有很多粒子 有一定分布 但是温度降到某个TCE以下 这里边就开始凝聚了好多粒子 因为是波测子 不受抛利原理的限制 你待多少个都行 不是两个限制 没有那个条了 当你这个 当T等于零 在绝对零度的时候 那就是百分之百的 全部的粒子都处在这个机态上 它不用等你这个绝对零度 它降到某个低温下面的时候 它就开始大量的往底下掉 往底下凝聚 这个量有多大呢 我们可以估计的 要不要 你比如说这个T等于零点零点九个TCE TCE等多少 我普遍的啊 我降到TCE 转变温度的 啊 百分之九十 那温度 你不知道你一百度吧 我降到九十度 对吧 那个时候有多少个 这里占多少呢 这两个这个比例啊 这个啊 这是N0啊 比上这个N 就是它占总数的有多少呢 大概是百分之十五 啊 如果降得更厉害一点 0.5 降到 转变温度一半 那时候 这个变成百分之六十五 厉害啊 百分之十五就不少了 是吧 这个啊 这个 那你就温度 比这个转变温度 要低一点点 啊 相当于它的百分之九十 0.9的情况 啊 那就已经有百分之十五的粒子 凝聚在机态上了 这是个宏观大小 因为这是个宏观量啊 啊 这不是气体 宏观量是吧 啊 你这个密度吧 也是宏观量啊 这就除上个单位体积 是吧 那样的话这个 它有百分之十五 甚至更多 啊 这个往下啊 啊 这个 凝聚在机态上 啊 凝聚在机态上是个什么概念呢 啊 菠尔子嘛 能量啊 能量为0的那个最低的能量状态 是吧 掉到这上面 但上头上头那些能量的 当然还有 是吧 有一定的分布 是吧 你只是绝对零度的时候呢 它掉到这上面了 上头上头那些 刚才还有 对吧 上头那些我不感兴趣了 我就看这个 啊 这个时候你接一批时间 啊 在tc以下 突然的有相当数量掉到那边去 掉了进去 你看看 这个状态 这种粒子状态 这种粒子状态 而且这个树木是个宏观大小的树 这些粒子的状态也是个什么情况 呆在能量状态一样 啊 能量状态一样 啊 能量状态一样 啊 那这种 量子它这个 这个情况 量子现象有个很 很奇特的现象 和宏观这个 和经典物理不一样 它是量子化的 是吧 所以在围观里 那个量子化那种特征啊 在我们在宏观程度上完全有可能表达出来 大家都一样 啊 很多 宏观量的大小的这个粒子 大家吐于同一种状态 啊 大家的行为都一样 你想想看 啊 是不是本来在围观领域才能看得见的那种 量子 量子这个 能量量子化的那种特征 在现在在宏观意义下就有可能看见 所以叫做 宏观量子现象 啊 后面再抄刀的时候 我们还要进一步讨论这个问题 现在再点一下吧 啊 现在再点一下 这个东西挺有意思 啊 有意思 那这个 这个现象 这是自由的 波色子 啊 那么这个能量状态是个什么呢 能量等于零相对于什么 那自由波色子的能量不是这样的吗 H方 成K方 啊 只是这种情况 这个东西 在过去上学我们提到 这个东西实际上是体系的动能 是吧 自由的没有微能 把微能却为微能零点上去了 啊 它等于零的意味着没有 它这个 它实际上是动能等于零 或者说它的动量等于零 啊 也就是K等于零的那个状态 是吧 对对 动量等于零 所以动量等于零 是个什么东西 那这意味着这个东西 它啊 啊 动量等于零嘛 不动嘛 没速度 是吧 没能量 没动能 啊 运动就很慢了 啊 运动就很慢了 啊 啊 那么这种预言 这个 实验上能不能看见 呢 问题在这儿 啊 理论上是这样了 啊 爱因斯坦把他推到出来 开始 他对别人说 他说我推到结果很漂亮 啊 难道这是真的吗 他自己有点怀疑 哈哈 啊 啊 当时但是也不可能做实验 来证明这件事情 当时那个技术条件 实验条件也达不到 啊 也不可能啊 只能靠动量的 啊 靠动量 到了1995年 情况之后发生变化了 啊 95年吧 有三位美国科学家 两个 在美国两个单位 一个MIT 还有一个 啊 啊 还有一个 一个什么 什么地方 忘了了啊 还有三位科学家 一个是 威曼 威曼 这个 康奈尔 啊 这两个是美国人 还有一个德国人 开出来 啊 啊 啊 都在美国啊 啊 都在做了 做了 做了以后 他 啊 95年发现了 他用什么做样品呢 先是做了这个东西 乌 这个元素 它的87 啊 核子素 它周期表中说 三十七号元素 三十四个电子 啊 还有三十七个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 这个 是一个子子 剩下就是中子 是吧 就是说 加在一起是偶数 是吧 这个 那就是整 整体上是符合波士子的 这个要求 就没问题了 波士子了 这么一批东西 这温度很低了 那个Tc很低啊 啊 这个 这个 它一定要降到Tc以下 转变温度以下了 啊 降到什么 它这个降到温度 降到多少度呢 降到这个 啊 一百七十 那K 那是 十的 负九 对不对 那就是一百七十 乘十的 负九 K 这是等于多少 一 一减七 乘十 乘十 乘十的 负七吧 差不多了 没说也算错了 哈哈 就这么个东西 观察到了 确实是凝聚 啊 有啊 抓住了一大批原子 啊 一大批原子 啊 它怎么知道它凝聚没凝聚呢 是测量它这个速度分布 速度为零的 占多说有个风为零的 但速度不等零的还有啊 啊 那是高能量派 啊 啊 这个风值啊 啊 速度为零的 或者动量为零的 但这个不是绝对等零了 它多少有点 在一个范围内的啊 相当大一部分 啊 啊 在这个范围内的 这是这么一个东西 啊 那么后来接着 这个 哈哈 还要是做到那的 啊 那是十一号原子 它用了那二三 啊 啊 啊 这加烈器也做不到 啊 也没问题啊 啊 那呢 因为它这个质量啊 比它小啊 啊 质量小嘛 这个体系可以提高一点 刚才体系和质量成反比啊 是吧 就是小的提高点 提高点呢 这个转变温度呢 它就要低一点 它什么时候观察到呢 是两个μk 那这μ是 十的负六 啊 啊 比它高一点 啊 它是一点七乘十的负七 这个是 两二乘十的负六 比它高不少呢 啊 就高不少了 啊 别观察到 它的凝聚现象 啊 啊 这个95年这个实验 它很精彩啊 详细的我不太懂 所以你们光学范围 怎么做 那么低的温度呢 啊 就是用到这个 另外一项 闹布尔奖的这个成果 啊 中间有个很著名的中国人的 朱蒂宇文 大家可能知道 光机所呢 肯定这方面很熟 啊 这个 是吧 啊 啊 你的意思是这样啊 它有这个 有六个前后左右 是吧 啊 六个激光器 啊 标准那么 对准我们这个 这个样品 啊 啊 这个这个这个 你研究的这个气体 放在这儿 你里头这个分子啊 那个粒子到处跑嘛 不管 遇到这个 遇到这个 这个 激光考虑的得不能效应以后 你这个频率用多大 啊 然后正好 然后正好叫 这个原子 吸 光子来 那么在这个锅 动 动 变化了 变化了 啊 啊 啊 这边有一个范围内 上头 拿去献圈 通电 这个磁场呢 啊 目视不具 这里 这个啊 通过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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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皮打 要怕 温度 据我了解好像是上海光机所 这方面还有研究 你们这个光机所我不知道怎么样有没有 我不太了解 带光子的跟我这个专业范围离得太远 我也不懂 别的话都说不清楚了 不然我知道国内有很多个光机所 城中有一个西安还有上海有 别的好多地方都有 每个光机所的研究方向特征优势不一样 有些在某些方面很突出 有些另外方面很突出 反正总是有他自己的特点 好了这个事情 你们要想了解 我想你们带光字的 既然在光机所这个范围内 学习了解这方面的知识 那倒是很容易的 这方面的专家很多 你随便行哪个醒觉都行 这个问题凝聚它是个动量空间的凝聚 实际上这是动能动量空间的开空间的凝聚 那么这个现象呢 虽然很早安斯坦就预言了 但经过了好几十年以后 由于技术上的发展 实验上才能直接去观察 那么现在就有个问题了 这是一个凝聚 说明什么呢 因为是动量空间的凝聚 动量为零 运动速度很慢 温度就很低 就这么个意思 所以动量空间凝聚 那么在普通的坐标空间里面 它表现什么样呢 K空间里说它凝聚了 在机态上 能量最低的状态上 那么坐标空间呢 按照量子力学 围观例子 它有这个 它有这个 不确定原理 海森报的 对吧 那就是说 位置和动量 这两个量 不能够同时精确确定 对吧 你要精确确定位置 动量就不能确定 你要准确确定动量 那么位置就不能确定 对吧 要么那两个都牺牲一点 都不太准确 可以 但是它这个不准确 不确定的程度 成了一块对应该大于某一个数 那就是普朗格常数 对吧 这个规律我们知道 这是自然 在那个围观世界里面 重要一条位置 那好了 你现在说那个例子 准确定在这个 一等零 也就是说动量为零的 那个状态里头了 你继续就能确定了 那你动量不是确定了吗 等零了 位置呢 就应该不能确定 是吧 你不能确定 那 那就原则上 它在哪都行 位置不确定 不过实际上 从你实验的装置里面 它已经越数在那块了 它就堆在一起了 堆在一起了 原则上的位置是定不了的 但是它实际上呢 它也不完全 这个所谓一等零啊 它理论上就存在 实际上你测量到它 多多少少还有点速度 很低很低就是了 那么位置上呢 基本上你有越数 有实想的越数去它 它跑不了在那块 那么这是一方面 实际上呢 这个波色纸呢 我们把它当成 自由的波色纸来处理 实际上它还有存在 一点点相互作用 不是吗 有一点点相互作用 那么有一点点相互作用 那当然它就是 它就可以影响它 空间位置的部分的规律 有一点相互作用 那就不一样了 它就不会是散开的了 它就有按照一定的规律 那么这个当然还没有进步更多的报道 但是只说我观察到相当大一部分原子 这个波色纸凝聚在 速度几乎为零的那个状态上 这个状态上 这个实验正是有这个现象的存在 那么从凝聚太物理的角度看 那么这个我们通常描述一个围观例子 我有它的坐标和动量 对吧 那么从统计物理观察 描述围观状态 我们通常都是进行所谓相空间 就是表示一个例子的话 我坐标有三个 XYZ 动量里也有三个分量 有三个分量 那么我应该用这个六维的一个相空间 其中三维是普通的一个坐标空间 是普通的一个空间 另外三维呢 是动量变量 是主场的 那么这个相空间的一点 是代表这个例子的一种运动状态 是统计物理是这么讲的 如果说你有N个这样的例子 那么应该是有这个六N维的一个相空间 其中的一点就代表到这个 你这个六N个变量一个数 描写这个体系的一种状态 这是相空间 那么其中这个坐标空间 只不过是我这个六维的相空间当中的一个子空间 它的一部分 动量空间呢 也是这个相空间当中一个子空间 相空间 我自然是两个子空间吧 坐标和动量 合在一起 描写一种运动状态 那么过去我们讲凝聚 比如N个原子 靠共加建的方式 靠移植建的方式 结成某个晶体 那个有序排列 它指的是在这个空间里头 坐标空间里头 对吧 在坐标这个子空间里面谈问题 因为它的位置中心性嘛 从这里到这里 什么结构什么等等 那就是它的空间位置的排列方式 是这个子空间里面的凝聚 当然了 毫无疑问 在这个空间 所谓坐标空间里头 它的凝聚 主要的物理原因是 相互作用 离子建 供诈建 这个建 那个建 多了 反正有吸引的 有排斥的 最后大家都平衡 形成一个有序的结构 晶体 这种凝聚没有问题 我们大家很熟悉 现在刚才讨论的 是这个空间里的凝聚 是不是 动量空间里的凝聚 大家都掉到动量为零的 那个 最低的能量状态上去了 这相当于凝聚吧 实际上是动量空间的凝聚 所以说呢 我们对凝聚的 动量空间的凝聚 一开始我们讨论 它不是靠相互作用 我们一开始 玻奢纸是没有相互作用 自由的 自由的 所以说它能够发现凝聚靠什么呢 为什么掉到什么呢 实际上它是说 玻奢纸本身一种量子统计规律决定 量子统计规律决定 这种力子本身的特性决定 它不是说 我因为它考虑它有某种吸引力 因此它就聚的一块 跟R空间里头 位置空间里面 那个凝聚还不一样 还不一样 相反的 理论上还提到这个问题 如果我 实际上波式气体 波式子 它是有某种 这个微弱的相互作用的 我考虑了这个相互作用以后 有很多理论 考虑了这个相互作用以后呢 它那个Tc 还要降低 不是提高的降低 所以说我考虑了相互作用以后 我更难观察到凝聚 所以相互作用在这里起个反作用 不是加速了加强凝聚 反而这个要破坏减弱凝聚 是这个结果 所以说明这种凝聚不是靠相互作用 不是靠相互作用 那只能说它靠它本身的 物有的 微观力子的性质 只能这么说了 别的原先说不出来了 现在 所以这个凝聚 所以我们对什么叫凝聚态 现在看法都跟过去不一样了 至少我从相空间的角度看 发生在两个子空间里边 都可以发生凝聚现象 是吧 都可以发生原因各有不同 各有不同 所以说呢 这个问题认识应该说是更深入一步吧 深入一步吧 所以说对凝聚态有时候 我们在物理系 我在集团有时候 给他们一些博士生研究生的事 讲说是不是也查那个问题 我说你说说什么叫凝聚态 好多学生是不敢咬准 你看凝聚态物理专业的博士生 我说你是干这行的 连别人不学这个专业 你问他没用 他不知道没什么奇怪 你干这行的 你能说出几条来 他可能他往往这些方面 他没有 没太注意 这个空间凝聚 但谁都能说 这个没问题 这里当然可能需要一点 那么两个空间互相之间 要还有一个 海森波不确定原理控制的 你在这里边很准确的时候 那个空间看似不准确的 不确定的 这里边也还要注意 有几个不确定原理的关系 这两个量不能同时精确确定 对吧 所以分析这个凝聚现象 挺有意思的 你看你从哪个角度去看 它的物理原因是什么 它怎么弄 至少定性上是很有意思的 但这些问题定量上也来麻烦了 挺复杂的 别人就拨摄纸 你考虑到这个围观的相符之用 哪怕很弱的话 你考虑一点点都不太容易 这个往下走就很难 但是对我们初学来讲没有关系 我知道这个概念还是有好处的 这个 有好处的 后面呢 后面的章节 当然我们还会 将来有具体例子的时候 我们还会用到这些概念 跟这个概念来分析一些具体问题 今天反正这些都是简单的 概念性 差不多了 今天就找到了 它的 分析 就找到这个igt onion